人生不是一世 生生世世 什么遗憾最大 这个遗憾最大 没有比这个遗憾更大 真心切运 没有一个不成就啊 机会不能错过啊 无量借来在六道里 搞生死轮回 苦不堪言啊 你这生有点苦楚 不是大苦啊 你过去曾经地狱带苦 墨鬼道带苦 畜生道带苦 天上你也带苦 如果你想到三土之苦 你还愿意在这干吗 如果不出六道轮回 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人 肯定在三土的时间长 在人天时间短 为什么 我们学了发相为始就知道 阿赖耶诗里头 相应的心所 善心所只有十一个 我心所有二十六个 这就说明 你习气里头 善少我独 那现在外面的诱惑 古圣仙邪那教育的诱惑 没有了 现在全都是杀到阴亡 那全都是暴力色情 这还得了吗 今天世界为什么乱 灾难为什么都 原因就是就是这样 啊 你还能不走啊 真正凶 发大慈悲心 在这里多住几年 多受一点罪 希望多带一些人走 这就是使命 有人能接受 有人听得进去 有人能相信 那我们就得干 一个也不是 到功德圆满的时候 自然就走了 走了也跟大家做 很好的实现 像黄中常 像我们这个这个 高雄那个念佛的老太太 你看他虽然是一生 也不会讲经 也不会红法 他那一表现 多了多少人 让多少人生起信心 让多少人 对净土的怀疑化解了 这就是三转法轮里头 做正转 现在人都讲究要证据 做证据来给你看 金灯司徒 这个金是快速啊 啊 司徒 凡圣通知徒 方便有语徒 时报状言徒 长极光景徒 西方极乐世界 非常特殊 在其他祝福世界里头 司徒是有界限的 不在一起的 我们这个苏婆世界 释迦摩尼佛的宝徒 司徒不在一起 我们这是六道里和人道 人道是凡圣通知徒 有没有佛菩萨 在我们地球上 有我们凡夫 见不到他们 有特别缘分的人 偶尔见到 他也不跟你常见 独帅听 是凡圣通知徒 独帅有内院 外院 外面是凡夫 凡夫 见不到内院 尼弥勒菩萨 真的有障碍啊 可是在极乐世界 这个障碍没有了 司徒没有界限 都在一起 所以 凡圣通知徒 下下平往生的人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能够见到 舍暴徒的观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文书菩萨 你偷偷偷见到 不但见到 天天在一起上课 在一起听阿弥陀佛讲经 天天在一起学习 这个月到哪里去找啊 不是同一个阶层的 通常不能在一块 你像华严精神讲的 初祖菩萨 就好像我们学校念书一样 你是一年级 你那个教室全是一半的 你没有办法到二年级教室去 他这么个情形呢 华严精神说 初祖菩萨 见不到二祖 二祖能见到初祖 初祖见不到二祖 可是在极乐世界 平等的 好像说 五十亿个这个年级的学生 你说在一个国庄上课 我用这个比喻 大家比较能体会 在同一个教室上课 你全都见到 所以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仕途都升了 他在一起吗 他当中没有障碍吗 我们现在讲的空间维持 他没有空间维持 统统见到 不但有这个好处 而且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每天有能力 去拜万福 这个万不是素字 无量无边 祝福如来 你可以去亲近 这些佛徒 去供养他 供养什么 修福啊 听佛说法 来开智慧呀 我们这里是 一个好老师 找不到 到极乐世界 就无量无边 祝福天天跟着说法 你怎么去呢 化身去 你的身在阿弥陀佛 面前没动 分身去了 你能够分 无量无边身 你看弥陀经上 释迦牟那时候 讲得很清楚 每一天供养 十万亿佛 那个十万亿 它是表发的 因为我们 娑婆世界 跟极乐世界的 距离 是十万亿佛 意思是什么呢 你到极乐世界 天天都可以回来 看看 就这么个意思 你不是对这个世界 有情职吗 这里面些 这是生生世世的 父母老师 家亲眷属 不愿意离开 你天天都可以来看 永逸在此地 实际上不止 哪只是万亿 说明 你看 有那么大的神通 西游记 孙悟空才七十二遍 差远了 他浑身 那个毛的时候 一个毛可以 变一个小色悟空的时候 那也是有数量的 到极乐世界 浑身 没有数量的 所以 生到极乐世界 就生到 一切诸佛刹土 这是其他法门 没有的 你说 多殊胜 急云急顿 不可思议 折回妙法门 这一天都不假了 你说 这一生遇到这个 这人生 遇到佛法 遇到华影 遇到无量寿 你这个佛报 都已经圆满了 哪有这么大的佛报 哪有这么好的运气 这全得到了 那你要是不晓得珍惜 当面错过 人生不是一世 深深事实 什么遗憾最大 这个遗憾最大 没有比这个遗憾更大的 这样好的机会 百千万劫难遭遇 秦龙时候 彭基钦巨师说 这个巨师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巨师 他说 这个尽宗法门 是无量借来 西游难逢第一天 你遇到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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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